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场欧洲杯的比赛 第一场是哈萨克斯坦在主场和北阿尔兰的比赛 第二场是阿尔巴尼亚和波兰的比赛 第三场是阿尔兰和荷兰的比赛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场哈萨克斯坦和北阿尔兰的比赛 哈萨克斯坦的话本届欧洲杯一选赛五战即九分 现在目前排在H组的第四表现很一般 本届欧洲杯预选赛首勋和交手哈萨克斯坦在客场是1比0击败过今天北阿尔兰 北阿尔兰他们本届欧洲杯是预选赛五战即三分 目前排在H组第五也是比较差的 北阿尔兰的全队身价是3305万欧的身价 对手哈萨克斯坦的话他们身价只有2000万欧的一个身价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双方这个实力其实是差不了太多的 那近期状态来看的话哈萨克斯坦是各项赛事5胜0平5负的一个战绩 那北阿尔兰这边就比较差了 他们是各项赛事2胜2平6负的一个战绩 并且最近遭到了一个四连败 哈萨克斯坦今四场比赛是一个三胜1负的一个战绩 所以整体来看这场比赛哈萨克斯坦在初期应该要比北阿尔兰要稍微要有一点热度 包括上一场比赛北阿尔兰在主场在领场是给到了一个半一的一个低档 那这场比赛的话哈萨克斯坦回到主场直接是给到了一个平手的一个中高档 那现在的话有部分公司是给到了这个满档啊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推移的话 我觉得哈萨克斯坦这个高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也会有一定阻力吧 因为北阿尔兰确实在实力方面看起来要比哈萨克斯坦要高一些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咱们也是看好哈萨克斯坦在主场能够拿下比赛啊 来看一下第二场阿尔巴尼亚和波兰的比赛 这场比赛的话非常好啊 那作为欧洲中游球队的阿尔巴尼亚的话 他们现在世界排名是第65名 欧洲战区的话是排名在32名 那阿尔巴尼亚他们是小组赛四战集7分 目前排在第二名 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那波兰的话作为中上游的这个欧洲球队说的 他们现在世界排名26名 欧洲在欧洲赛区的话排名第15名啊 他们小组赛是四战集6分 目前排在小组第3啊 罗后这个杰克2分 那落后阿尔巴尼亚是1分 那上次两队交手是在3月份 当时波兰在主场是1比0赢下了阿尔巴尼亚 那场比赛到临场是给到了1球 那近10场比赛来看的话 阿尔巴尼亚是3胜3平4负的一个战绩 那波兰这边的话是各样赛是5胜1平4负的一个战绩 整体看起来波兰要比阿尔巴尼亚好 再加上网级交手波兰是没有输给 波兰是这个没有输给阿尔巴尼亚过的啊 也没有打平过 只有这个5场比赛全部赢了啊 所以这场比赛的咱们的定位 就是波兰在人气实力高的情况下 来看看给到的一个数据 那这场比赛的话 他在初期是给到波兰在客场 是一个平板的一个低档 那现在的话 随着时间退 阿尔巴尼亚现在退到了一个低档 反而波兰来到一个高档 那这个其实在进球数 这个在让球数方面是给的比较奇怪的啊 因为波兰咱们刚刚判断的是波兰有热度 但是现在走向是阿尔巴尼亚好 所以这场比赛咱们可以这个观察一下 另外的一个数据 那就是进球数方面 那进球数的话 初期是给到了一个225 这个225其实给的也比较合理吧 因为之前两队交手的话 就给到的是一个225 所以这场比赛给到225初期是合理的 那在合理的情况下 初期统一形成一个225 进球数少的一个低档 那现在的话 依然保持在一个超低档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也是看好双方最多进两个球啊 第三场的话 是阿尔兰和荷兰的比赛 这场比赛的话 给大家作为总结 最后的话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三场比赛吧 第一场咱们看好哈萨克斯坦 结论是主胜 比分是2比1和3比2 第二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进球数最多两个 比分是0比1和1比1 第三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这个荷兰 结论是主赋勃让赋 比分是1比2和1比3 好 咱们今天到这儿啊